大家好,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DSE2014年的Paper 2第17條的MC 事不宜遲,未做這條題目之前先講一講,給我留言 這條其實我也覺得這類題目是深的 抱歉,我只叫超心 因為你沒有差不多經驗值,你都不需要做到 這裡用什麼技巧呢?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用這個叫做Common Height 即是說共同的高 看看三角形,通常都是兩個,有兩個做比較 大家的底部不同,長度不同,但高就一樣 所以三個人面積,底乘高,隨意 高一樣,隨意,大家都是隨意 面積當然,比例就看底,長度的比例 不太明白我說什麼,待會做下去就知道了 至於第二個技巧,待會一定會考到 就是這個Similar Triangle 即是什麼來的呢?我記錄下它才說 即是相似三個型,中文就是叫做 等一下用到我就說,好嗎? 先看一看題目先 它就說,現在在圖裡面 B點,就是AC上面的一點 廢話 而使到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AB這個長度 比起BC這個長度 就是3比2 它就說已經知道了 這個線短AE,還有BD,即是這條 就會配合,即是互相平衡 那若果它說 就是三角形BCD 就是這個 它的面積就是4cm² 還有就是三角形CDE 即是這個 它們這個面積 多大呢?就是8cm² 好了,它就問你 求下這個梯形 對,就是ABDE 即是這個東西 它的面積到底是多少 這個面積到底是多少 OK?行不行? 好了,知道做什麼了 事不宜遲,拿張單項字出來再說 做這類題目 現在的科技都很先進 有圖有真相 按個按鈕,再出圖出來 而且我將圖由於時間關係 加工了 加工了些什麼呢? 首當其衝我會想說 不如這樣說 不如這樣說 現在我將圖形 就劃分了 一個 兩個橙色 黃色 還有就是綠色 還有就是藍色 這四個部分 行不行?行不行? 行不行? 而事實上,它給了一些資料 我們 我先記錄一下 第一個資料 就是說它講到明 就是AE 和BD 是平衡的 所以有兩個戰掌 我畫在這裡 看到嗎? 另外 這裡有共同的高 我自己加上去 粉紅色這一條 其實你看清楚 研究一下這幅圖 橙色那幅圖 如果底是FD 我會加上去 可以嗎? 高就是這個 如果黃色這個三方形呢? 如果底是DC 那高是否同樣 都是粉紅色這個虛線這個 所以其實它們的底是不同 但高就是一樣 橙色和黃色這兩個三方形 所以底成高隨二的情況下 你看一下面積比例 這兩個 橙色和黃色 就是看底 FD和CD 當然 剛才忘記說 這條線綠色這條線我加上去 我就會加了它 下去這裏 那我就介了四個區域範圍 那最後 剛才題目有比過 AB比BC是3比2 那不如我記錄下 3比2 如果這個是3X這麽長 那這個就是2X這麽長 那事不宜遲 正式做事了 那我擔心不夠位 再往左邊一點做 那我一開始 開中名義了 我就說 在這個三角形 CDB And那個三角形 CFA那裏 發生甚麼事 這兩個三角形 即是哪兩個呢 如果我們看回CDBOY 即是藍色那個 拿回藍色色 是否可以選擇 讓你們好好看一點 另外還有三角形 C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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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大的這個 CFA 即是大的這個 即是藍色加綠色 那怎樣去游呢 我這樣游呢 好嗎 藍色加綠色 好 我就先拿一支藍色 好了 就是藍色加綠色 是否 好了 綠色在這裏 那就藍色加綠色 好嗎 好嗎 好了 來的了 這兩個三角形 一大一小 我說他們是相似的 為甚麼呢 由於我看到的以下 第一 就是角度 BCD 那個D Order Sale成個O字 這樣 就會等於角度 ACF 原因呢 你看真一點 這兩個角 根本上是公共角 中文叫做 英文叫做 common angle 可以嗎 好 至於第二批角 我看到的就是角度 D boy C 會等於角度 會等於角度 FAC 原因是甚麼呢 這裏寫上給你了 英文叫做 corresponding angles BD BD 就會配合 AF 是吧 即是哪兩個角呢 就是 這一個角 D BC 即是這一個 藍色三個形容裏面的 這一個角 就等於 這一個大的三個形容 藍色加綠色裏面的 這一個角 原因就是甚麼 因為這裏有兩條的平衡線 AF 和BD 是吧 所以這裏就是同位角 BD 平衡於這個 AF 中文就叫做 是吧 同一道理 一樣道理 即是 我看到第三批角 就是角度 c.boy 就會等於角度 c.fa 原因也是 corresponding angle 詳細不講 因為自己應該都看到 剛才教了你看上面 是吧 就會parallel to AF 中文就叫做 同位角 就 BD 平衡於 AF 可以嗎 所以 換句話來說 我們就有足夠的證據 說甚麼 就是這個三角形 三角形 說我都懶 不如 copy and paste 好嗎 現在的科技很先進 所以這個三角形 就是藍色這個三角形 就會相似於 即是蛇仔 即是similar to 英文就叫做 是吧 相似於甚麼呢 就是這個 我最想copy的就是這個 這個很煩 免得游兩轉 是的 現在的科技真的先進 好像打機 按按鈕就出來不用寫 如果考試都可以這樣 是吧 好 原因 當然是三角形 一樣 即是AAA OK 可以嗎 為甚麼我要 不好意思 為甚麼我要證明這兩個三角形 是相似呢 原因 我現在最想做以下這件事 如果你MC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跳到這部就可以了 是吧 你看到相似的話 如果 條題目 其實剛才有給資料給我們的 剛才我還沒記錄 條題目給了 就是黃色的面積 Area 黃色的三角形 那個面積 是8cm Square 還記得嗎 而藍色這個 它都有給我們的 這個面積呢 會是等於 4cm Square 所以 換句話來說 如果我的藍色的面積 over 甚麼呢 就是整個藍色加綠色的面積 那是甚麼來的呢 如果我綠色這個面積 我給它一個名字 我叫它做P 好嗎 這個Area 綠色這個 這個 我叫它做P 那如果我叫它做P的情況 第一下呢 那 即是換言之 藍色加綠色 即是說 藍色部分加綠色部分 即是說4 就是再加 對了 綠色部分就是P 是吧 那其實這東西是甚麼來的呢 其實嚴格的來說 即是說 兩個相似三角形 是吧 就是這個藍色三角形 還有就是這個相似三角形 是吧 這兩個相似的 大的這個藍色加綠色 這兩個相似的 就是這兩個相似三角形的面積比例 這個東西 對不對 4 over 4加P 就是說兩個相似三角形 它們的面積比例 其實是有公式的 就會是等於甚麼 就是它們相對應的邊長比例的二次方 即是甚麼意思 這條邊BC 其實很明顯 13 即是13 藍色那邊13 相對應藍綠色的三角形 就是對13 即是CA 即是對整條 是吧 那所以其實換句話來說 它們的邊長比例 就是2x 就over 就會是2x 再加3x 是吧 就它們的邊長比例的二次方 記住有個二次方 要不就出事了 OK 可以嗎 那所以換句話來說 在這裏 那 我不用那麼多角色 免得翻 但是我想突顯個P 所以我會用回綠色 對了 P 好了 就會是等於甚麼呢 當然就會是等於 上面是2x 下面就是2x加3x 即是5x 那2x over 5x 即是2 over 5 2 over 5就是二次 這裏整個東西 就是 4 over 25 是吧 拿一整理它 那如無以外交叉相成的情況下 你拿一整理 那P 其實你會計到 就是 21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更新它 即是說這個位置 就是 綠色的部分 面積就是 21cm 2 OK 可以嗎 好了 接著我繼續下 好 那 如果我的腳下 你讓我做 我自己也會看到 就是由於 這兩個三明是相似 是吧 所以其實我也會知道 就是說 CD 就是over CF 其實根本上就是等於 就是這個 CBOY 即是2x 就 over 就是整條 相對應CBOY 對應的就是 CA 即是2x加3x 可以 可以 換言之 我們也看到 就是 我不會太夠位 不如拖上一點,在這裏切開它 我這裏不夠位置,就在這裏繼續做下去 在右上角,所以換言之,再加一條線 即是CD,就overCF,就等於2 over 5 即是比例上,CD比CF,當然就會是2比5 剛才忘記寫的reason,這裏有一個原因 這個就是corresponding size 不夠位置,幸好有些位置做 就是similar triangles 中文就叫做相似三角形的對應邊 OK?行不行? 整定,留一個空位給我 換言之,我們會知道的 既然這兩個CD比CF,就是2比5 即是換言之,我會知道的就是CD 即是CD比整條的CF是2比5 即是這部分是2那麼長的時候 然後整個角是5,即是這部分是3 即是這部分是3 所以CD比DF,我最想知道這個比例 就是2比3 即是我可以有個結論 當CD是2Y的時候 CD是2Y的時候 在圖圖上加 即是說這個是2Y的時候 那那個DF呢 就會是3Y 是嗎?行不行? 知道我還有什麼嗎? 知道我繼續來這個 事實上,我現在告訴大家 留意一下在三角形 EDC那裏 EDC是誰呢? EDC,即是黃色這個 看不見到嗎? 那我給我一個highlight 讓你溫習的時候舒服一點 在黃色部分那裏 其實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它的面積,我知道是紅色 就是白,黃色這個面積 是不是就是白? 這裡見到,我錄了一個圖 題目給了你的 那所以其實這個面積怎麼計呢? 就是由底乘個高 高不如我現在叫它做 細加H 好嗎?粉紅色的細加H 那所以底乘高2Y 再乘個粉紅色的H 再除2 就會是等於什麼呢? 就等於那個面積 是不是?黃色的面積 好,所以換言之 在這裡約一約 二同二約了它 剩下的當然就是 Y乘H 就會是等於8 這個我好一好 段股定間都有用 所以我叫它做星星 行不行? 好,那我再和大家繼續說 就是說在另外一個三角形 叫做 EFD 對,三角形EFD EFD 即是哪個? 即是如果從圖圖看 其實就是橙色那一個 那我highlight給你 讓你舒服一點 在橙色的三角形EFD 那發生什麼事呢? 你會見到 其實 相對應它的高 都跟黃色一樣 都是這條 就是粉紅色的H 是不是? 那它的面積怎麼計? 就是3Y乘高 高就是H 除2 是不是? 不如我先給它一個名字 叫這個面積做 P 我用了 我叫這個做Q 好嗎? 我叫這個粉紅色的面積做 Q 所以我叫 Area 就等於 Q 好嗎? 而事實上 我會知道 在這個橙色的三角形 就是3Y 底就是3Y 乘高 就是粉紅色的H 好了 除2 其實 是不是就會等於 這個面積 面積 我剛才叫了 就是綠色的Q 那不要忘記 希望你還記得 熟不熟口面 YH 是不是? Y乘粉紅色的H 就是這個 就是8 看到嗎? Y乘粉紅色的H 上面就是8 我叫它做星星 所以我現在就加上去 3乘8 是不是YH 就是8 穿over2 就是等於 Q 如果你怕別人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你就記錄下 由於 你在用什麼 利用星星 拜星星 是嗎? 所以約一約的情況下 最後 Q 我用回 特顯綠色 Q 就會是 12 來 即是 換言之 原來我知道這個面積了 就是 12cm 2 很噁 1 b 就等於 12 2 可以嗎? substitution 主要 statistics 所有的面積我也知道 其實這次它叫你計算什麼呢? 不要忘記, 換言之 我拉高一點 就加一些線上去 換言之, 它要我們計算的是什麼? 好噁心 那個area 這個ABCD ABCD是什麼來的呢? ABC... ABDE 不是ABCD 是ABDE 老人家找錯 ABDE 好, 我見到了 即是這塊 行不行? 不如我找一支粉紅色highlight 油了它, 大家都舒服些 好嗎? 好, 等我一等 好, 我拿一支粉紅色highlight 就是它要我們計算的就是這個 粉紅色的這一塊 這個四邊形 好, 它叫我們計算這個四邊形 那... 我都方便大家 所以我拿回粉紅色去 油給大家看 好嗎? 它叫我們計算這個 這個area of 這個ABDE 對, 就是這個 好, 那就會等於什麼呢? 當然就是 將 這個 綠色部分 再加上 橙色部分的面積 而綠色部分的面積 就是21 希望你看到 就是21 再加橙色的部分 而橙色部分 就是12 看到嗎? 好, 那當然 終極答案 都呼之欲出 當然就是 21加12 即是 33個 cm square 這個就是終極答案 OK 好, 那 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正確答案 當然就是 33個cm 有啊 正確答案當然就是 D OK 這條都 煩同心的 因為牽涉到兩個技巧 就是 common height 共同的高 還有就是相似三角形 對不對 如果我出MC都還好些 從來都出MC 但我不知道它會不會出Longquad 還沒出過 對不對 如果出Longquad就麻煩 所以其實 今次你都不要說我煩 我就當整條Longquad 寫了給你看 對不對 如果Longquad你就要寫在這裡 這麼多的步驟 對不對 OK 但是 如果是MC 你給我 這些我就不寫的了 你看到這兩個三角形 藍色和 藍色和 綠色這兩個三角形 是相似就可以了 之後你就在這裡做了 對不對 OK 那你這個都不用寫 你只能看到比例 你知道它是 CD比C F是2比5 即是CD比C DF是2比3 就可以了 當然這些 找算組子計 最後就是出答案 對不對 明白我說什麼 MC就快領正 但是Longquad 你要寫得詳細 不要介意我沉氣 因為我真的怕它出Longquad OK 看看大家今天真的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了 OK 行不行 好了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